我們這邊呢是桃園三明國小的小朋友 那他們今天呢要分享對食安問題的看法 大家好我們來自三明國小 我們今天要用戲劇的方式 來呈現我們主要直言書的故事 我要退錢 我們這種芝麻肉餅有問題其他餅沒有問題不能退錢 沒問題你吃給我看 我不敢全部退我一千兩百元 我們這種芝麻肉餅有問題其他餅並沒有問題 大家要像我一樣要大聲的炒才有錢可以退 一定要退錢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什麼是讓你那麼生氣 他們用手水油做餅讓我們吃下肚子真的非常可惡 而且退錢要那麼多證明 然後他們其他的餅一定也有問題 一定要退錢 那你們為什麼不退錢呢 我們叫芝麻肉餅有問題其他餅並沒有問題 大家不是拿別的盒子袋子分開 就是一樣東西測兩次 不然就是拿別家的餅放在我們的袋子裡面 要退錢 可是我們只有芝麻肉餅有問題其他餅並沒有問題 他要我們當好吃 吃啦 那你們為什麼要用問題油做餅呢 我們用的油都是通過國家認證的油品 我們都不知道是收水油 奇怪了什麼是收水油呢 經過國家食品安全認證了怎麼還會有問題呢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經過了老師討論的這件事後 我和同學一起找了國語日報有關收水油的相關報導 我們發現到 原來收水油是不能用在食品上面 可是不像廠商進口收水油加工成劣質食品用油 我們國家怎樣的漏洞 讓這些不像行刀 販賣劣質油品給這些食品業者真不應該 這樣說來這些高品業者也是受害者 他們因為相信國家政府管理的品質 所以才願意選購這些油品 那誰也沒想到這竟然會是收水油 為什麼這麼願意 他們願意退錢面對消費者 也算是為自己的品質問題不起的 高品店就是花時間和大堡的金錢來清理這件問題 那表示他們想挽回對消費者的信心 不然其實他們也可以將所有的錯都推給政府的管理制度 也不必受那麼大的委屈 這樣說來表示他們對自己的品也有一份堅持 願意為台灣這樣的傳統美食傳承下去 可是他們這樣的負責 卻要面對許多媽媽和苛哲 我們應該鼓勵他們這樣負責的行為 否則台灣美食王國的這個稱號 就要因為這樣的食品風暴而毀傷了 那我們如何做呢 給他一個擁抱 那麼遠 我們還想要怎麼去呢 沒有交通工具也沒有錢呢 那寫卡片寄給他們好了 好耶這個我們做得到 只有我們三個 這樣的鼓勵好像有點小 簡單啊 那就請全班來寫吧 我有個好主意 不然我們發起全校關懷活動 請全校一起來寫吧 哇突然覺得壓力好大 那要怎麼做呢 就像老師和我們討論的方式一樣 就到各班進行宣導 讓他們一起加入這個活動 老師的部分就利用下課和開會的時間去說明吧 雖然很緊張很害怕 但好期待啊 接下來的這幾個禮拜 我們三個帶著卡片宣導裡面還有海報 到各班去說明 因為要面對各班 其實我們非常的害怕 每一次都屁屁床 尤其是到老師開會的地方 緊張到話都快說不出來了 因為剛開始幾次 因為緊張 都語無人次了 覺得很失敗 誰就算了 但老師辛苦的陪著我們 給我們加油打氣 各班也都願意加入這項活動 其實我們非常的高興 後來的說明就越來越順利了 我們覺得自己做到了 也更勇敢了 之後我們將 學好的卡片收集起來 填在大卡片上 填上有片就寄出去了 沒想到一個月後 台北離奇寄來了三大箱的餅 給我們全校吃 我感到很不可思議 心裡非常的興奮 主任還幫我們安排一次 在全校面前宣導 和大家分享這段愛的力量 謝謝老師 引導我們發起這項活動 除了讓我變得更勇敢之外 也讓我學習到光滑的付出 不管距離有多遠 只要用心就做得到 對方也感受得到 沒想到小小的卡片問候 卻帶給對方大大的我暖 而且我就到了 這次的事件 讓我看見做好事的迴響 還有老師幫我們報名參加 桃園師範的改變世界小小子 獲得特優得到獎金三千元 為了讓這份賽季在場地下去 我們將獎金捐給來學校宣導的 伊甸基金會 希望獎金能發揮到最大的效益 最後想告訴大家 我們在海邊世界 Yes, we can